一排高级凳,一碗麻辣小面 在街头,在街边,直接自溜着开吃 这就是麻辣小面的魅力 干货去拿走,肯定就赚钱 大家好,我是屏幕王老师 麻辣小面,其味香辣的关键 就是这一盆辣椒油 三种辣椒各有风味 二斤条,红色足,提色理想 灯笼椒,肉之后香味足 现在我们要把辣味提提 三种组合起来,色,香,辣都有了 点成段,上锅,备干了,炒香了 上石窝,倒一倒,捣碎了 不要太细了,要有点片状的状态 辣椒准备好了 准备一盘,去腥料头,增香香料 一起进锅,香料提前洗净打湿 这个油呢,记得一定要用菜籽油 开火,慢慢升温 给油去腥,给油增料香 炸到干黄,出香了,刮口捞出 油温7成热,今次泼入 这个时候油温比较高 才能把辣椒的焦污香味才能提出来 等油温再次降到5-6成热,第二次泼入 这个油温下,就要提出辣椒本身的辣香 剩下的油,降到3-4成热,再倒入 把辣椒的红色就能逼出来 在三种油温的作用下,辣椒的辣,香,色充分地就释放出来了 最后,记得加盖要回蒙一下 把辣椒的本身造味也要去除酱 出锅辣椒油,你看案板上白买了 七截子八碗的调味料 酱油可以起一个酱香味的厚重感 来一点点醋可以切起口上的油腻 猪油增香,有冻油的油香味 有了芝麻酱,可以是面条瓜味的效果,那就更好了 小香葱,榨菜末,花生碎,这三个是料头 这里还有一个姜蒜汁,起一个姜蒜的串香味 怎么做的呢?生姜大蒜,上十瓦,捣碎 融进高汤里,搅一搅,搅拥了就可以了 小面,先打几碗 辣椒油,连扎带油,美美的来两勺 味精,花椒粉,鸡精,一点点香醋,结一个口腻 姜油来半勺,这样的厚重感必须有 猪油一勺,芝麻酱也来一勺 榨菜末,花生碎 姜蒜汁搅拥了,来一勺 最后,挤两滴香油,起气味 水开,下剪面 飘起后,煮硬点,捞出 捞进打好的几碗中 炒好的夹酱,给一勺 趴外豆,也来一勺 最后,剪碎小香葱 麻辣小面,盛啊 搅一搅,拌一拌 每个面条上挂着 红浓浓的辣椒油 酱汁 这就是小面,口味上的特色 麻辣鲜香 关注我们,学习更多 专业的小吃创业技术 咱们下期课见